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今天来说又升到7.79% 换句话说投资者对市场方面又有少少信心 因为最重要是港币弱 特别资金流走 投资者又怕 怕之下抛售股票 所以导致股市回落 一旦的走资少了 在这个情况下投资者安心点 又有时拿下货 所以今天的升幅来说有538点 所以近日来说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些港元走势 这个都重要的 我们上周提及到一个黄金买卖 黄金买卖上周的价位方面 是伦敦金计 美金价1盎司1083-1083元 曾经试过今星期 星期三20日才到1110元 有些朋友说金对是一个选择 当是一个避懒的选择 所以大家来说想从事一些黄金买卖 或者外汇买卖 当另类的选择来说 如果不懂要留意一下 要学了才做买卖 比较好些 一个外汇黄金胖增投资课程 来近2月1日 星期一开班 是晚上班 如果大家要学来说 要选择一个学习机会 后市变化怎样? 我们先看看图表 今天的股市方面升了538点 有人说股市是否见底 已经是一个所谓的上升的改变 现在来说市是否见底 就言之上早 因为最重要 今天基于港匯 港元转强 你说会否持续性都转强 这里来说要再作观察 所以现在的股市也是当一个跌势 那跌势如何做呢? 以后反弹来说再作沽空 那我们说反弹到多少呢? 好 我们试试计算 我们当中拿一个高位 这个高位方面是15年 去年所见的12月24日 价位方面是22,217点 22217 低位方面是今个月1月21日所见的 18534点 1534 好了 我们将高位减低位 高减低来说跌幅多少呢? 是3683点 3683 所以计算数来说 由高位这个回落 这个浪的回落 都跌了16.6% 16.6% 所以这个数字来说都挺大的 好了 我们计算数字 刚才说3683 我们计算0.382的反弹 0.382的反弹是黄金比率 是波浪理论里面的黄金比率 把3683乘0.382 数字是1407 1,407点 我们将1407的数字加回这个低位 低位方面是1534 好了 1534加1407 加上数字来说是19941 即是19941点 那你说怎样做这个数字出来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好 我先弄个图表里面的资料 好 这里 那我们就用软件方面 做回0.382的显示 好 大家可以看看 通常来说 第一个位置 我们会用0.382 那我们一间 会将这条线 作蓝色的显示 好 蓝色的显示 那就一条 环线 好 这样 好了 即是这里 我们当这个就是0.382的反弹 那我们换的话 到这个位置来说 就试试做一些叫做 潑论 一些的凝固症 那你说凝固症方面来说 有哪个选择 和怎样找呢? 要找凝固症方面 可以用一个网络 一个发行的网络 我们在里面做一个筛选 首先选发行人 选所有 一个相关的资产 选一个恒指 我们做凝固症的搜寻 好了 就出了部分的 我们所见的一些潑论 那我们在潑论方面 通常的选择就是说 成交量由大至小的排列 那你说有什么可以选择呢? 好 留意一下 这部分 那我们选择的状况 旗限方面就长一点 行使价来说 相对就更加一点 至于日价要低的 杠杆方面要高一点 人生报复要低一点 好了 选择之后 有哪个可以留意一下呢? 就是24691 24691 那你说24691是怎样呢? 就是一只恒指高盛的沽淨 恒指高盛的沽淨 今天的收市价来说 0.232 相对这只 凝固症行使价 就回到19000点 19000点 日价方面 8.93% 到期时间是2016年 6月29日 实际杠杠杆方面 是5.28 如果大家想看市场 都是看一个淡的 一个跌势 就是抠去反弹 然后再做一个沽淨 这个是比较好些 大家留意一下 还有做一个沽淨来说 风险大小小 所以大家来说 是视为一个投机性的工具 很快一个星期 跟大家回过 在今个星期里面 环球股市表现 行使方面 星期五收市 19,081点 一个星期里面 跌了440点 跌幅来说 2.3% 留意一下 今个星期里面 港股 行使方面 曾经跌到18,534点 最大的跌幅是987点 即跌了5.1% 不过后来 今天的升幅出现 变了跌幅收窄了 国企指数方面 星期五收市 8,105点 一个星期里面 跌了131点 跌幅来说 1.6% 上证方面 星期五收市 2,917点 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16点 微升0.5% 美股导致方面 星期四收市 15,883点 头四天跌了105点 跌幅来说 跌幅来说 0.7% 日经方面 星期五收市 16,959点 一个星期里面 跌了189点 跌幅来说 1.1% 今个星期 我们自己的港股方面 跌幅比较大 跌多于外围 大家有时再买一买 小心点 好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